嗨大家好 我是道佑 如果你開始健身一陣子了 你一定有聽過 划船的時候不同的握法會練到不同的背部肌群 像是窄握會練到更多的擴背 或是寬握可以練到更多的菱形肌跟斜方 今天我的影片我想要分享在划船的時候 到底哪些變因會影響到背部的肌肉 以及如何更有效率的訓練到我們背部不同的肌群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解剪平面跟關節運動 解剪平面分成三個平面分別是死狀面、額狀面跟水平面 死狀面會將我們的身體分成左右兩邊 額狀面會把我們的身體分成前後 水平面則是把我們的身體分成上下兩半 我們背部的肌肉主要跟肩關節運動有關 而我們的肩關節是一個球偶的關節 所以它可以在這三個平面進行運動 在死狀面肩關節可以往前做曲曲或是往後做伸展 兩種動作 對應背部的訓練就像是我們做直臂下拉 離心階段就是死狀面的曲曲 向心階段則是死狀面的伸展 在額狀面肩關節可以向外做外展 也可以向內做內收 對應背部訓練就像我們的滑輪下拉 離心階段是額狀面的外展 向心階段則是額狀面的內收 在水平面向外是水平外展 向內是水平內收 對應背部的訓練就像是我們的反向後飛鳥 離心階段是水平內收 向心階段是水平外展 瞭解我們基本的肩關節動作之後 我們就可以分析不同的臥距 會對我們的背部肌肉帶來怎樣的影響 你可以發現一樣的滑船動作 越寬的臥距 你的動作會越接近肩關節水平外展的動作 越窄的臥距 動作則會越接近肩關節石狀面伸展 這兩種肩關節的動作 主導的肌肉有一點不一樣 臥距比較寬的水平外展的動作 主要是由後三角以及旋轉肌主導 這些肌肉比較小 大家比較容易出乎 可是卻是影響我們整體的發展 以及健康的重要肌肉 臥距比較窄的肩關節石狀面伸展的動作 主要會由我們的擴背肌 大圓肌以及後三角主導 除了滑船以外 肩關節額狀面內收 也會訓練到我們的擴背以及大圓肌 所以垂直方向的滑輪下拉 也同樣是練背不錯的選擇 不過它就少了後三角的參與 除了肩關節的動作以外 我們還有一些背部的肌肉 跟我們的肩胛骨的動作有關 像是斜方肌壓 菱形肌以及提肩胛肌 這些肌肉並沒有附著在我們的肩關節上 但是它們也佔去了我們背部很大的一部分 最直接影響到了我們背部的厚度 而透過肩關節的動作 我們沒有辦法直接訓練到這些肌群 我們必須在滑船過程中 加入一些肩胛骨的動作 我們可以透過將肩胛骨夾在一起 來訓練斜方跟離型肌 這邊提醒一下 夾肩胛的動作不能聳肩 只是往後方夾而已 幾乎任何形式的滑船中 我們都可以加入夾肩胛的動作 而且我們也可以讓它以完整的動作範圍操作 在滑船的離型階段 我們向前延伸我們的肩胛 讓我們的肩腳往前拉 在向前階段時 我們再將肩胛後收 並且拉到底時刻意的擠壓我們的肩胛 在實際訓練時 我們可能滑船到最後力竭了 但我們斜方跟離型肌還是很有利 這時我們也可以單獨做一些肩胛後收的訓練 來確保我們有完整訓練到所有的上背肌群 雖然任何滑船動作都可以搭配夾肩胛的動作 但很多人在訓練的時候 會感覺在握去比較寬的狀態下 也就是肩關節水平外展的動作 好像可以練到更多斜方筋跟離型肌 這可能是因為訓練的經驗不夠 或是不習慣在滑船的時候做夾肩胛的動作 而在水平外展的狀態下 肩胛骨會自然的往後收 所以才會有這種感覺 因為有研究發現 不管是任何握去的滑船 只要有掌握到夾肩胛的動作 對於斜方肌跟離型肌的收縮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不過我的建議是 不論是你做什麼種類的滑船 都記得讓你的肩胛骨有完整的動作範圍 這樣才能確保每一次的滑船訓練 斜方肌跟離型肌都有被足夠的訓練 最後是提肩胛肌 它比較簡單 各種總肩的動作都可以刺激它 但是某一些滑船動作 你也可以訓練到它 以亞鈴滑船為例 如果身體跟地面越平行 你的肩胛骨可以越往後收 使用更多的斜方肌跟離型肌 如果身體越直立 你自然就會越容易耸肩 也會讓更多的提肩胛肌參與 不過考慮到肌肉的大小 斜方肌跟離型肌比提肩胛肌大很多 如果以CP值來說 做身體盡量跟地面水平的滑船是比較好的 我們說了這麼多 如果你看到這邊還沒關到影片 很感謝你 我要提供你實際的背部安排建議 如果可以 我們當然是每個動作 每個握具都練練看 但是我們時間有限 所以要用更聰明的方法訓練背部 有幾個原則提供給大家 如果你喜歡做垂直拉的動作 你可以考慮再加入一些寬臥的滑船動作 因為垂直拉已經可以訓練到擴背跟大圓肌 再用一個寬臥的滑船訓練我們的斜方 引起肌跟後三角 如果你沒有辦法做垂直拉 例如你在家裡訓練只有啞鈴 那我建議你做窄臥的滑船 再加入一些肩膀的外拳 或是肩關節水平外展的動作 這樣你的擴背、大圓、斜方、菱形、後三角都可以被訓練到 如果你能訓練的時間真的很少 能花在練背的時間不多 那我建議你做手肘跟身體夾腳大約45度的滑船 動作介於窄握跟寬握中間 你的闊背跟後三角都能帶到一點 然後不管是哪一種滑船 都記得要讓肩胛骨有完整的動作範圍 肩膀的動作模式以及肩胛骨的動作範圍 永遠是練背中最重要的 這些都做好了再來考慮握的方法 正握、反握、中立握法 這些都是最後再考慮就好了 但基本沒有做好考慮這些也沒有太多的意義 如果想要更完整的背部訓練安排 我會建議你每天都可以安排一些背部的訓練 禮拜一、一、三、五 訓練以錘子拉、窄握跟寬握的滑船為主 可以使用不同的器材或是握法 主要訓練擴背、斜方、大圓肌、菱形肌跟後三角 禮拜二跟禮拜六可以做一些以旋轉肌群為主的動作 像是臉拉以及一些手肌的動作 訓練一些容易忽略的小肌群 雖然每天都會練背 但是每天針對的肌群都不同 也確保每個肌群各次都能得到完整的休息 好的以上就是不同的握法跟握具 是如何影響我們背部的訓練 希望對你會有幫助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影片的話也請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也可以按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的通知 也可以follow我的IG跟FB 那我們就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